字幕插业 字幕插业 大家早安哦 跟我一下 我设定一下金融打人 这个直播画面 今天已经是4月10号了 换句话说 3月的这一个营收 在今天都要公布出来了 大家早安 这样子就应该没有回应了嘛 对不对 我看一下 这样应该没有回应了 喂喂 喂 喂 好 我不想这样子 听得到声音吗 喂 喂喂喂 看到麦克风 这边好像没有 好玩笑 我们先开始今天的直播好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 昨天收盘 美股收盘 我们可以看到昨天的美股收盘 再度大涨 那你看到今天这个 盗琼呢 我们看到盗琼它本身是 盗琼今天主要 我这边怪怪的 我这边怪怪的 等一下 成交量有再次出现 那我们看到 他成交量出现呢 呃 昨天的量是有增加的哦 盗琼昨天大涨 他的量是有增加的 那收23719 你可以留意哦 他在礼拜 在礼拜二 有没有 那一根开高之后走低 可是在昨天 呃 礼拜三 几乎就把那个黑K吃掉了 那昨天呢 再持续再往上 那昨天 其实开盘 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跳空缺口 有一个小小的跳空缺口 那重点是 量它有持续增加 然后呢 他也去封闭了 同样哦 我们是3月13号 那个黑色星期五的一个大跌 那盗琼呢 他是在3月12号 盗琼在3月10号是大跌 那盗琼在3月10号这根大跌呢 他在11号的低点呢 是在23328 23328 所以他这个缺口 其实已经封闭了 那当然23328 在这个 再往前算这三天 的低点 就是一直在手23000 23000这边 在手23000 比如再往回看 3月10号的低点 23690 那昨天的收盘 其实也 站上这个 3月10号的低点 然后再往前 你再看 3月9号 3月9号的低点呢 是在23706 23706 那换句话说 他现在要开始来挑战什么 挑战2月 3月9号的那根黑K 3月9号 3月10号 3月11号这三天 这三天其实在这边就是杀下去 9号杀下去 10号上来 11号再杀下去 然后12号再一个缺口 那12号这个缺口已经回补了 那接着再来就是3月9号 10号11号这三天得这个套牢量 那这三天的套牢量呢 你现在看起来跟昨天的成交量来比的话 昨天的量是有出来了 那如果说未来要能够持续上去 我的目标是看到季线 季线是在25718 那离现在呢还有多少 2000点 其实2000点要上去说难也不难 那我是觉得接下来的几天 对我美股来讲压力就会比较重一点 不过虽然压力重 那我成成我觉得说反摊 我有跟各位讲过 反摊就像攻三头一样 就是进二退役 那上去一定会遇到这个套牢漫压的抵抗 就像我们昨天 那如果你今天再看到美股 今天再持续再往上攻了200多点 我想今天对这个多头来讲 还是会信心上还是可以加 就是说信心上还是给予一些比较那个 加强的作用 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 昨天的美股涨幅里面呢 涨幅比较大的是油的部分 在石油 那当然这波石油已经跌到这个20年的这个低点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这个时候呢 我认为啦 因为油其实这一波实在是急跌 那跌的是有够夸张的 所以我倒觉得说就油来讲 还有这个整个 像之前因为 因为 整个因为飞机没有飞 所以造成石油往下 那因为很多航空公司也受到波及 可是其实多数的政府也在这个时候祭出那个什么纾困方案 我想能够帮助企业度过这波难关 只要经济的成长动能再度回来 我就跟你讲 疫情只要得到控制 开始重新那个开放经济活动的话 那基本上很快那个什么 砍单的就会变成集单 砍单的就会变成集单 所以这一路呢 你不要再 我觉得你不要再因为疫情去看空了 而且 因为疫情所引发出来的什么 营收不好干嘛 那已经变成 那已经是过去的利空了 我现在再跟你讲一次 像大力光昨天还把说 他不是已经看淡第二季了吗 好 我要告诉你 大力光在过去的第二季一直都是不太好的 都是不太好的 那再加上这次疫情的关系 第二季肯定有更差 他已经讲了 4月会比3月差 然后5月会比4月差 那接下来就准备要公布4月的营收嘛 对不对 所以 但是你要想 大力光的股价是现在才修正吗 不是 大力光股价它其实已经从5000多以上修正下来 那当然这一波反弹上来了 那反弹上来了 已经先去反应 反应跌升之后 然后低气营收也不错 好 那接下来呢 你说那4月5月反应没有 4月5月已经在 5000多那时候摔到3200这一段已经反应过了 反应过了 所以我认为接下来利空只是什么 震荡洗盘 震荡洗盘 因为下半年整个手机拉会动 陈诚现在也跟你预估 下半年的手机拉或动能一定会上来 一定会上来 因为如果疫情拖到年底 那不晓得全世界还要死多少人 所以我跟各位讲 你接着呢 你就是要拉回呢 你只要看到利空 关于第二季营收衰退 第一季营收衰退 好你说那第二季还没过 可是第二季可以预测嘛 对不对 我们今天做股票 我们是要看往前看 不是往后看 往前看不是往后看 那你现在看第一季的营收已经 好的好了 不好的也不好了 所以现在股市弹上来 我是要告诉你说 弹上来当然 有些股票会因为利空的关系 再往下杀 那你就要留意了 这些股票如果他还有 第三季第四季 有机会再 单子再接回来的 那我跟你讲 你就要趁着第二季的利空 再砍下去的时候 你不是再去杀低了 好吗 你应该是砍下去的时候 你准备要再怎么样 准备要来低接 然后赚第三季第四季 营收回来的什么 大破断的行情 好 我跟你讲我现在操作策略 我已经先跟你讲在前面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费半在昨天的这一个 大家都涨 反而是费半是跌 你看到费半在昨天呢 是收黑 但是是在守这三天的低点 在守这三天的低点 那我想现在 因为费半是这一波弹上来也比较强的 它就是已经将近要遇到这个季线了 所以在季线这边稍微 做压回的动作 那其实我刚刚在跟你讲 盗琼才到要到三月 才要去突破三月九号十号十一号 这三天的这个低点 对不对 但是呢你来看 除了盗琼以外呢 费半是领先盗琼 所以这段时间感觉上有点怎么样 半导体它在这边先休兵 因为其实以费半来讲 它已经要来挑战哪一天 它已经是要来挑战 三月六号 三月六号的这个点 它其实早就已经过了这个 九号十号十一号这三天的这个 已经到了这三天的高点 那盗琼还没 还没 所以现在盗琼是要补跟上来 那你说补跟上来的时候 资金也许在这时候调节了半导体 跑去买盗琼成分 那你说台股我们会不会这样反应 我不认为你应该是要在这个时候去 砍半导体 然后去追传产 我反而认为 如果因为这样拉回的时候 你要 还没来 还没布局的 你要应该蹭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台股的半导体 也跟着拉回 你应该要蹭这个时候 来怎么样 来逢低再加码 来逢低再加码 因为如果今天再去涨 你又是跑去追高了 然后呢这两天休息的 他是长多拉回 你不就是应该 如果你手上空手的人 你不就是应该要趁着 长多拉回的时候 你空手正好拉回给你买吗 不然你长了不敢追 然后杀下去 你又再怕 那就变成我讲的 你就是教育瘫痪症 那个健康讲瘫痪 我们用瘫痪好了 靠好听 来 所以 指数还有 今天的操作 我大概跟你讲在那边 我想在 10000之上的压力 还是比较重 但是因为我们看到 美股还是收小涨 那我希望说这两天呢 今天礼拜五大家可能会怕说 整个周末又会不会什么坏消息 或什么的 我现在是要跟你讲说 现在美国自己本身自身难保 所以你可以放心 川普现在已经 这一波他已经被 被教训 不要这样子好了 被谈了一下 被 被 这个行情 就是整个疫情 让他的这个 下一任总统之路 有点岌岌可危 所以你发现 他现在整个言论就开始低调下 之前 你看他那副嘴脸 所以人 总是要遇到一点事情 你才知道要懂得收敛自己 好 那所以 我认为这个周末 你不用太去在意 说国际会有什么 发生大利空的事情 因为 就现阶段而言 再大的利空 都不会比前一阵子 道琼的这个恐慌的 这个每天一两千点的 这个下杀 还要来的恐怖 所以 接下来的任何的利空 即使这个周末有利空 你就去观察 这个利空 对股市 如果的影响越来越小的话 那很显然 这一波的多头 已经重新 开始 会越盘 就是会越来震荡 然后越震越高了 震荡越震越高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手上股票 你要嘛就是换手去做强势股 不然你的股票 就是抱着 抱着 不要随便去 去看涨没卖 杀下来之后 又赶快把它卖掉 那这样操作 你就 很容易就说 会不小心就被洗掉了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三大反安的进出 大家早安 今天是礼拜五嘛 所以我就穿 穿这个Polo T 就是比较轻松一点 而且 各位 现在天气不是已经放行了吗 对不对 已经春暖化开了 所以 我认为那个 冬天的这个寒冷 你看这波疫情这样 弄成这样 又加上冷天气 就搞了大家整个 整个这个 社会 整个环境的气氛 就非常的冷冻 对不对 那现在 已经天气变好了 所以大家 可以开朗一点 正向一点 那我也穿得 这个轻松一点这样子 好我们来看一下 外资买卖超的部分 外资买卖超的排行 我们来看 在 买超 外资持续买超 台积电 那另外呢 联发科 群光 联永 信华 智邦 CTKY 嘉哲 金元电 茂林 仁宝 星光金 金像电 建策 同心电 好来 台气 这些股票 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比较没看到的是 加折 加折 那 我们看到现在加折 外资也正在买超 那 其实加折是 这个 伺服器概念股 然后 投信呢 也非常喜欢做加折 下面还有什么大益巨洋国泰金 所以我看到说其实 资金开始回来买 这个金融股了 然后呢 你也可以看到说 在这个卖超的部分有 大力光 红海 可成 玉金光 国具 中信金 华信科哦 你看国具这两天在涨 外资 昨天是占卖方 亚德克 中华电台 尼华通 然后台数 台化 友达 富邦金 那 从前排名前几大 你发现是什么 苹果概念股 大力光 红海 可成 玉金光 有没有 这几档 前五大 前四大都是苹果概念股 好 再来 我们看投信买卖超盘 我们也是直接看金额 在买超的部分呢 有优群 优群也是这段时间 今天是属于投信嫩羊股 再来 国具 国具跟那个外资对作 台表科 泰领KY 建准 广达 玉荣 台达电 威刚 长荣 瑞育 元泰 美食KY 华通 南亚科 汉宇博 大江 起基 Juan你有问起基 对不对 瑞宜 瑞宜也是成成这段时间 带你们操作的股票 原相 你没有发现里面很多股票 其实陈生 这段时间都跟你提了 我是说其实我们 被投信砍到底的时候 我们就先上车 等着投信 来跟你抬交 我说做股票要像什么 要像老鹰 对不对 要像大墨苍鹰 不要 不要像麻雀 要做 要做老鹰 翅膀打开 等着法人来帮我们抬交 然后呢 投信卖超 金像店 大力光 南店 星像 联雅 茂林KY 信华 泰博 矽创 联发科 翔索 台积电 那这些是跟外资对作吗 跟外资对作 好 那另外呢 我们来看一下 智能商买卖超的部分 36分 我要赶快结束了 长龙行 星象 玉琪瑞宜 红素 联军 金像店 尚银 真领KY 茂林KY 华清 昂宝KY 威刚 威刚 金鼎 世界 瑞玉 南茂 台肥 翼龙 卖超 我就不跟你讲了 那我倒觉得 卖超它其实有联发科 台积电 大力光 原向 郁金光 振兴 红海 环球金 华星科 你说在昨天的这个美股大涨 然后我们遇到这个跳空缺口 我们的八大行库 我们的这个国安基金 有没有在这边做退场 那我觉得 其实有没有退场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说如果它这边卖了 那 它手上的资金 套出来的话 后续呢 我们昨天虽然看到外资怎么样 持续是站在卖超 我们昨天的这个 昨天三大法人卖超92亿 然后外资再卖71亿 自营商也大卖24亿 那投信 最近这段时间 投信因为要做绩效关系 是不断的站在买方 那外资昨天一口气又卖了71亿 表示现在涨上来 外资还是怎么样 还是持续在提款当中 那这外资 这外资是到底是国外的这个大型的这个基金 还是这个属于大股东的假外资 我相信 我个人是认为都有 那当然这些大股东的假外资 会不会是因为说 他们知道公司 可能第二季被砍单 然后不看好这个 接下来的这个股价 所以在这边做调节的动作 然后上市的自营商也是大卖 那自营商大卖最主要是 全正的避险部位在昨天一口气卖出 但是如果 昨天的大卖 可是股价 指数却只有小跌18 那卖了之后 后面他就要买回来 那再加上我认为现在是无上限的QE 再加上疫情要慢慢得到控制 很多 你看哦 你看最近很多股票 他都是外资 每天都爱买 没有看到投信 这种外资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种应该都是内部人 大股东自己在买的外资 当初砍到最低的时候他不买 可是这一波其实股价过低的时候 他也要陆续把股票买回来 因为有的公司经营不错的 他不买回来 他的经营权 可能不小心就被人家拿走了 特别是 我觉得现在又是 各国都在降息 所以资金会再度宽松 而且会再度泛滥 那只要这段时间的这个疫情稍微得到控制的话 那个无上限QE的爆发力 后面绝对会再酿成一大波的这个资金潮 所以我认为拉回你都不要太担心 拉回你手上有资金的 你应该要找五日线十日线开始 佐量再来做加码 那当然有上来的话 你还是可以稍微做一点价差的交易 做一点价差的交易 好那我们今天的早上的成城财经约会 我们就跟你约到这 那祝大家今天操作顺利 我们的会员呢 就请你留意盘中的讯息 我们现在手上三档股票 高价股会员有四档股票 一样麻烦请你按照这个资金陈述来操控 那你看我们今天 我们高价股会员昨天进场的这个联勇 外资 今天我们一看外资站在买超 那三大法人都站在买超 所以我的进场点算是非常漂亮 那我们再来看今天 我们的手上其他持股的表现 那成城的扣讯 如果没有发出去的话 你可以那个什么 照着扣讯做 那如果你觉得有一段涨幅 你想要先获利入带 你自己先卖掉 没有关系 没有短线操作 你喜欢短线操作 那你发现 我们的进场成本够低 有一个价差出来 你想走 你先走 没有关系 反正股票有赚嘛 但是如果只差一点 你就不要急着跑 不要急着跑 那我们就直播到这里 谢谢各位 那如果说你现在 被嘎空手 手上的部位 套牢一堆 还不知道解套 还在等解套 不知道怎么办的 欢迎你来找省城 我的入位方案 虽然我们这个月 没有优惠方案 但是如果 没有优惠方案 但是我的方案 跟所有的分析师比起来 还是相对算便宜的 所以趁这个时候 行情还有 你不要看到 谈到这边 然后再叠个两天 你又开始在担心 行情还有 那就是因为 你不知道怎么操作 甚至有的人知道 就是知道 自己就是下不了手 那 你们缺的就是执行力 那这个 你就要交给城城 跟着我 照着我call信来 我帮你代信代出 帮助你重新 获利的轨道 电话打来 022-254-28999 我在永城 国际头部等你 拜拜